苹果的M1芯片在Mac上推出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做过详细评测了 当时我就特别犹豫 到底要不要把它放进我们的天梯图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太强了呀 一颗电脑芯片对于移动端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要是把它放进来了 我们这个天梯图里其他的芯片都放不下了 这好像不太好嘛 本来我们这个就是移动芯片天梯图 还是要以移动端为主 可是今天苹果居然把M1塞进了这台iPad Pro里 这下我们是不放也得放啊 那到底M1在iPad上表现怎么样呢? 在我们的天梯图里能领先多少呢?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聊一下M1 iPad Pro 那我也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就进入主题吧 其实M1在Mac上的性能我估计你们都了解了 这的确是一颗非常强的芯片 那它在iPad上显然还是很强的 Geekbench 5单核1714分 多核7317分 把我们测过的所有移动芯片 手机芯片都秒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那这个GPU的性能就更离谱了 GFX Bench的成绩已经超过A14的两倍 888的三倍了 已经没法比较了 但是如果纵相比较的话 其实我觉得M1的提升还不够大 因为从A10X到A12Z是有整整150%的GPU提升的 这个才是真的恐怖 从A12Z到M1 GPU也提升了不到50% 相比以往其实进步是有限的 当然了 得益于手机端这两年的挤压高 现在这颗M1下场移动端 轻松秒杀各路的小菜机 依然是毫无问题的 对吧? 上面的基本测试 我们在Mac上其实已经做过了 M1有多强也没什么悬念 但是iPad上的这颗M1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这就要通过降频测试来挖掘了 我们以往的降频测试都是用光明山脉来做的 光明山脉的压力曾经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特效全看 没有什么手机处理器是扛得住的 但是很尴尬的是 M1跑光明山脉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压力了 60帧一根直线毫无悬念 所以很无奈 我们从今天开始 对于这些高性能设备的GPU降频测试 要更换项目来测试了 好在我众里寻他千百度 终于也找到了一些M1都跑不动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游戏叫Wiredless 荒野 这个是光明山脉的同一个开发者开发的新作品 是用Unity 2019的新版本引擎打造的 这个游戏的画质相比光明山脉有非常大的进步 可调的选项甚至更多 你可以非常自由地去控制LOD 人为地去制造一些负优化吧 当然这个画质也非常好 然后它拉满之后呢 这个GPU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们真的什么都拉到满的话 M1 iPad甚至跑不到20帧啊 所以说我们稍微用了一个折中一点的设定吧 2732×2048的全分辨率 特效选项开到最高 但是我们LOD就不去细条了 这个就保持默认吧 在这个设定下M1一开始可以勉强接近60帧 但是大概坚持了1分20秒左右也会开始降频 最终会降到40帧以下吧 与此同时 A12Z在一开始就是跑不到40帧的 降完频之后就只有26-27帧了 M1即便在降频之后还是要强于A12Z 性能却是领先的够多啊 不过我们也看到降频幅度上M1似乎是要比A12Z更大一点的 功耗方面M1的iPad Pro在Wireless中 GPU满载的情况下整机峰值功耗干到了20W 而A12Z的iPad则是19W 所以像这种大型处理器在一台平板里搞这种大型项目 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Wireless荒野这个项目虽然够恐怖的 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修改屏幕比例 所以说在iPad上测试和你在iPhone和安卓手机上测试 它的分辨率是不一样的 平板它只能和平板直接去比较 如果要统一标准测试降频 我们就得用上另一个新测试了 就是刚推出的3DMark Wild Life Extreme 这个测试是4K的负载 而且可以横跨iOS、安卓和Windows设备 对比设备和设备之间的GPU性能 还可以循环跑压力测试来测降频 并且我也对比了一下各种设备的成绩 感觉还是比较可观的 所以说我们以后的SoC-PK排行榜里面 高端设备的GPU成绩权重上面 也会逐步地用3DMark Wild Life Extreme 来替代光明山脉的降频测试 3DMark得到的降频结果 其实和之前的Wilderless是比较稳合的 M1在平板上的散热压力确实要比A12Z稍微大一点点 72.8%的稳定性要稍微差于A12Z 但两者基本上还是同一个定位的芯片 另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iPad和Mac在调校上会有什么区别 毕竟现在大家都是M1芯片了 MacBook Air甚至和iPad Pro一样都是被动散热的 那么iPad和MacBook性能发挥能一样吗?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是iPad Pro的压力测试结果 这个是MacBook Air8核GPU高配版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iPad Pro的GPU分支性能甚至是强于MacBook Air的 iPad的调校一上来就比较激进 但是坚持不了多久就会降频 相比之下MacBook Air一上来就没有iPad那么快 但是它的GPU比较坚挺 降频的幅度明显要比iPad更舒缓 表现更加稳定 实际上就算大家都是被动散热 MacBook Air的散热还是表现要优于iPad Pro的 那么M1这么强的GPU性能 在实际游戏中又能发挥出多少难 很多同学可能比较关心原神的表现 那我得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 就是原神截至目前还没有适配iPad Pro 所以你进到游戏里面 这个分辨率是非常低的 我算了一下大概只有1088x816这个样子 画面非常的糊 当然玩起来是很流畅的 这不是废话吗? 但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原神体验 包括它也不像PC那样可以开放更高的画质 你进去开的最高画质就是这个很糊的画质了 自然这么糊的一个画质 我们也没必要去测性能了 测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要等它适配才行啊 其实不光是原神 很多的游戏都存在相同的问题 其实我往好来想 可能等一段时间就能适配上了吧 也许呢 但是说实话 作为一个PC玩家 我遇到这种情况是很窝火的 因为在PC上开什么画质是我自己决定的 我不用担心厂商不给我适配 哪怕在Mac上 游戏也比iPad有更高的可调空间 我给你们看一个很离谱的情况 就是这个游戏叫做The Pathless 这个游戏是登录了Apple Arcade的 所以我在Mac和iPad上都可以玩 然而同样是用M1芯片玩 你在MacBook Air上是可以随意修改画质的 可在iPad上 它就是给你阉割了设置菜单 你什么都改不了 我只能用这个最烂的默认画质去跑 纵使我有M1这么强的性能 软件也只让我用30% 那我能咋办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开发者就觉得 用iPad玩游戏的人一定是小白 一定不能让他们动这些设置 但是这个其实在iPad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就算iPad性能再强 在软件在游戏开发的时候 大家还是会把它当成一台玩具或者大号手机在对待 那这样的平台对于大型游戏来说是很难成气候的 好在iOS平台还是有一些大作能够发挥出M1的性能的 比如说刚刚移植到iOS的神界原罪2 这个是真正的PC大作了 图形压力也是非常巨大 尽管在A12Z和M1的iPad上 神界原罪2都是以60帧为目标的 但是A12Z在很多场景都会遇到掉帧 非常严重的掉帧 而M1则是可以相对流畅的运行 只是这个游戏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M1运行一会也会降频 然后就会出现零星的掉帧 看功耗可以看出来 一上来整机跑到20多瓦 火力全开 这段可以说是维持住60帧的 但跑着跑着M1就降到10瓦了 我猜这个大概是正经的3D大作里 为数不多能够用上M1性能了吧 行了 聊了那么多 我觉得大家对于M1iPad的游戏性能表现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么是时候祭出我们的SoC PK排行榜了 我早就想把这个M1放进来了 可是就它太强了嘛 这个表格我就怕弄得很急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M1要不这个柱状图做成两节来展示吗 或者是做个柱中柱什么的 结果呢 试做了一下 好像效果感觉都不太好看 最后我们很无奈 还是只能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展示这个M1的性能 虽然说底下这些手机芯片看起来现在都跟菜季一样 非常的非常的短了 但是 就这样吧 科技总要进步的嘛 就当是对未来的手机芯片抱有一些美好的期待好了 那这张全新的天梯图已经上传到了SoC PK.com 感兴趣的同学不妨去看一下吧 话说回来 除了M1之外 这次的iPad Pro 12.9还升级了迷你LED的屏幕 那我也经常被人问这个屏怎么样 说实话 我用了一周下来 感觉这个迷你LED也是有力有弊吧 它的亮度确实很亮 放纯白的HDR画面差点没亮下我狗眼 简直可以替代我面前这两盏补光灯了 不错不错 有拍视频再也不用担心灯不够了 我拿这个iPad一照就行了 我测了一下 在纯白最高HDR亮度下 这台iPad啥也不干 光放在那边就有高达20W的功耗 啥也不干就亮在那边20W了 相比之下上一代就只有9W 足以见的这一块迷你LED屏幕有多恐怖啊 这个迷你LED的确让iPad真正有了看HDR视频的能力啊 如果你的确经常看HDR电影 看网飞什么的 那么新的iPad的确看起来是真的很爽 有机器的同学不妨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做过的Cyberpunk 2077的演示片 这个体验简直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啊 但是它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首先新iPad比老iPad中了整整40g 不是4g是40g 这个感知真的非常强 明显感觉新iPad要中得多啊 其次这个miniLED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光阴问题 尤其是从侧面看 这个在黑底白字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这个可视角度还真的是低了不少 再者这一块屏还存在一些奇怪的屏控问题 当处理器高负载发热的时候 屏幕居然会受热弯曲 导致屏幕中间出现两道非常明显的黑映 我们用LinePad烤机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而当我们停止烤机冷却一会之后呢 这个屏又会恢复回去了 反正现阶段我对于miniLED的屏幕还是处于观望态度吧 反正国内本来就没有什么HDR生态 什么时候国内的影视网站可以普及了HDR之后 屏幕技术更加成熟 成本更低之后 我们再来考虑一下 行了 今天简单和大家分享了一下M1 iPad Pro的性能和使用体验 在我看来M1的性能绝对是不需要质疑的 但是iOS平台的软件生态才是制约这台iPad的最大的质果 所以我特别期待苹果在WWDC大会上会带来什么样的新东西 如果能将更多MacOS的东西下放到iPad上 那么这颗M1或许能发挥出它的实力吧 这个就要等6月8号的消息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不妨长按点赞金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